第十九题 一个木块置于光滑水平面上 是以水平推力作用于木块上 结果木块以2.5公尺每秒每秒的加速度前进 下列哪一图是最符合上去所描写的状况 那我们晓得这里的公式计算叫做F等于MA 所以呢 DA选项呢 我们有25牛顿 作用在10公斤上面 加速度呢 就是2.5 B选项呢 有15牛顿 作用在3公斤上面 加速度呢 是5 那么我们C选项呢 有30牛顿 作用在2公斤上面 加速度呢 是15 珠选项呢 我们有50牛顿 作用在5公斤上面 加速度呢 是10 所以我们就发现 只有A选项符合题目上所要求的 加速度呢 是2.5公尺每秒每秒 所以第十九题 问我们说 下列哪一图 最符合上述所描写的情况 我们的答案呢 要选的是A 我们用25牛顿 去推10公斤的物体 最符合 我们的叙述所描写的情况 它有一层 Midwest 负负货 狗 负负货